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总决选是第8名 然后我的目标是第7名 虽然没有进程期挺厉害的 但是我知道这一次我的粉丝都很努力了 所以说没有什么依判 还是挺开心的 明年记得加油吧 应该是这一次的机会 事先给了摄影师 下一个是谁 所以说在抱第9名小钱在讲感应的时候 就有个巨大的大炮丝丝对着我 我当时心里就想 好吧我敬我第8名了 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早就拍到了我 然后我就一直低头低头 然后抱第8名 果然失误 就这个瞬间是让我特别难忘的 身上最大的变化是目标更明确了吧 然后也是把自己的目标就是 你说毫无保留的都和粉丝说了 希望和他们一起努力这样 就是变得更加坦白吧 毕竟也是一个五年多的前辈了 就可能过去这一年没有拍什么戏吧 然后主要的重心工作 什么都还是在小分队上 包括去年的风尚 因为拿了第一名了 但是这一年也就是没有什么 一类的时尚一类的活动 就希望今年可以工作顺利吧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一直以来的喜欢 因为辜负大家的希望大家和我一起继续努力下去 总之选 吃了好多 有的没的 就每天经常都在快乐的进食 然后我觉得 吃东西是一件可以让人快乐的事情 所以就不用吃东西来看 特罗蒂亚的MV 特罗蒂亚的MV 这次是一往年不同 往年都是当公主 当骑士 就是那种比较阳光正义的 然后这一次是一个跟魔女有关的嘛 然后我以前也是演的魔法少女 现在当一个魔女 我觉得也是挺专心的 就希望可以拍得漂亮一点 到时候出来混得让大家喜欢吧 希望今年的工作顺利然后开戏啊 时尚方面的小分队都可以有发展有进步吧